路虎VL新车才推出一个月 蓝丸的计算便发布了其改装作品 外形看起来真是帅到调查 与原厂相比 为了连接前宽体叶子板的线条 前方形状组成已经予以更换 不过LED日行灯进气孔横山的位置 与原厂相同 主要不同的地方 是前进气山格多了横向式板 最下方再使用一片扰流板将线条拉平 加上横山式水箱护罩 与附有散热孔的引擎盖 CLRGT的车头看起来真的是很凶悍 后保险杠也采用总成改装的方式 与两侧支柱导流孔 分流器体积明显比原厂大上许多 尾仕管也改为双边四处口式样 另外在后挡风玻璃下方 加装中扰流板 车尾看起来真是竞技 而铝圈则是CLRVC 五幅双力骨架 才能大幅外长设计 看起来比实际尺寸还要巨大 四轮竟为12D×22 相当夸张的位格 竟然搭配305 3522轮胎 超强抓低性能不需要怀疑 巨大的尺寸才能展现狂野气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